台灣從1971年退出聯合國之後 至今一直想要重新加入 但是都沒有機會 原因當然就是因為中國的打壓 駐美代表蕭美琴投書美國媒體 批評中國惡意曲解聯合國的 第2758號決議 民進黨主席賴清德 肯定蕭美琴的做法 來聽他怎麼說 美琴身為一個外交官 駐美的外交官 我想他本一執權 然後替台灣發聲 這個我們應該給予肯定 我們先帶大家來關心 什麼是聯大的第2758號決議 這是在1971年所做成的決定 但是蕭美琴指出 當中並沒有任何一項當中 有提到台灣 但是中國卻藉此惡意曲解 以這個為藉口 來阻止台灣加入聯合國 對此蕭美琴就重新呼籲聯合國 希望他們謹記自己是被人民 而非極權政權所統治的 希望可以趕快修正對台灣的政策 讓台灣有更公平平等的權利 可以來加入聯合國